政府发声明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有港独分离 改变特区法律地位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 不过早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受认为有灰色地带 旺浩然报道 7日当日有人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铜锣湾这辆电单车就插住了光复香港旗 政府晚上近10点半发声明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者将香港由中国分离出去 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 又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 特区政府严正谴责任何挑战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行为 港区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呼吁不要以身示法 但在政府一锤定音之前 法律界即使连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都有一些意见分歧 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灰色地带 没有任何合理疑点才入罪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讯息 其实我自己本身看不到 为什么它是代表分裂国家 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 社会大众上不同人对于这句口号的意思 都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时候 就是证明了你那个执法指引是不应该 据了解警方的执法指引 将这句口号或者其次 和港独内容一样 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可以用港区国安法去拘捕 判断有没有违例 除了看展示了什么物品 还会考虑有没有明示 暗示港独等的信息 七一亦有人举港独期 和展示港独标语而被捕 消息说警方认为他们有目的 和有意图涉嫌违反 港区国安法第21条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首先它有那个煽动的行为 第二就是它有一个意图 去煽动他人做那个犯罪行为 展示那个旗次 其实你可能纯粹是一个 自我表达意见的 未必是属于一个煽动的行为 另外也有人的随身物品 被搜出有港独期 和港独标语印刷品 虽然没有展示到 但消息说他们同样被指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而在白德山街被捕的这一个 消息说警方参考环境证供 拉了他 因为他穿着光复香港的衣服 身处的地点和东角度示威距离近 藏友其实本身就不应该 是会构成那个煽动的行为 控方就是要证明 那个煽动的行为 或者信息是传递了 以及被那个被煽动者接收了 外间的人是不知道 你藏有那支旗的 没有一个信息是被传递和接收的 有线电视记者黄浩言报导 一首掌握有线新闻 一首掌握有线新闻